在表演教室 那会儿感觉他也很累我也很累 我觉得11点了 虽然很累但是他就准备了很多 然后很认真感觉很努力的 在去展现自己的美丽 而且很认真 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也是试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表演教室里面 然后看到一个人就很开朗 然后蛮阳光的 你真的确定你是很累吗 很累 就是 完全看不出来 坚持呀 坚持对 然后就 那时候刚开始试镜的时候 感觉蛮舒服的 然后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因为他比较有经验 在工作上面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哦这个累 嗯 不错 就勾起了很多我的回忆 就在校园时候的回忆 就还蛮欢迎 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 本身也是真实的一个学校嘛 也有去进行体育训练 跟那个学校里面的 真的训练的同学一起 然后是学校老师带着我们去练 跳高跳远 嗯 对对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觉得 哇就一切都很 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校园时光 就很真实 然后那个我们上课也是 因为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教室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真的有点犯困 哈哈哈哈 对对 因为跟真的上课不一样的是 我们时间会拉得很长 然后每次拍完一条卡了以后 就感觉大家要换机位啊 或者换场色的时候 大家就哦哦哦哦 休息休息休息 下课了 对对对对 然后对 然后就一切都感觉很真实吧啊 差不多特别是那个跳高 然后啊跳远的部分 对特别有影响 那个中学的真的体育生在一起 对对啊对 他们先练完了以后 然后最后我们还等于是留下来 加练这个嗯 我们分别练跳高跳远 对啊 然后哇好真实 那超真实 啊 准备挺多的 因为我差不多是提前一个月 进组 然后参与训练 然后去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还有回忆自己高中时候的很多状态啊 然后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啊 因为剧本很多的东西还是跟我的 这个高中生活很贴近 我就很容易去找到当时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进组前我还回家 去翻看了一下我高中时候的那个笔记 然后包括那个同学录 因为你如果光凭回忆或者看告片的话 有的时候会会记不起当时那种状态 但是你翻看当时的大家用笔写下来的那些画 然后哇 一下就会回到那个时光的那种天真 然后童真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值得很纯洁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翻看那个同学录对我来说也是挺有帮助的 因为差不多耶 尽可能的去知道这个角色他经历过什么 然后从我生命的经验去挖回来去回忆 特别是我高中时期也是蛮孤僻的 所以只要看到江天这个角色 然后我马上就可以回忆起我以前是怎么样生活在学校里面去跟别人相处 或者独处的所有部分 其实都是从生命里面去挖 对 从生活里面去挖 没必要从生命里面去挖 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是一个人长大 然后就他经历的东西 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蛮同情他的 然后可能也是在同情我自己 对所以这部分就是他一个人生活 然后一个人照顾自己的这种经历 跟我真的是非常像 也很有共鸣的样子 然后成绩的部分也是 有一阵子我很努力地读书 所以那阵子我也是感觉到努力的人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想要达到某个目标 所以他很努力 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很有体会的 然后我这边很有共鸣的就是 我的家庭和盛望的家庭很像 盛望他一直是一个被爱包裹着长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 然后我也是家里面一直在给我很多的一个能量 很多的爱去保护着我 或者说在后面推着我长大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跟他很像 所以性格来说的话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一点吧 或者是外放一点活泼一点 因为是盛望他的转班到了A班嘛 一开始很难跟上 发现自己落了整整一个学期 但是他之前是成绩很好的 这一点跟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很像 因为小学的时候也是成绩还蛮好的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进入到了实验班 然后还是重点初中的实验班 但是我小学是没有学过英语的 就是可能地方性的那个嘛 没有太多去学英语 学的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我们就有一门这个比较不足的话 那会很影响 而且因为这个差距太大了 所以当时也是很吃力 就跟盛望刚进入这个班级一样 但唯一一个不一样的是盛望他的英语很好 他就像我们当时班上了索尔的同学一样 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 他们看初一的英语题 就好像我在看小学二年级的语文题一样的那种感觉 他们的英语包括口语啊包括语法啊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很有共鸣的是 我在高中毕业以后我的英语也很好 所以就就算是这一点也有也有共鸣吧 最难忘的好像是我们拍戏也是差不多快到最后了 然后我转到B班考试 然后那一天我们都剧情也很伤感 我们也很伤感就是快杀青了 然后那一天又下起了暴雨 就整个环境也好呀 剧情也好呀 我们戏内外的这个情感也好啊 都是被笼罩的 对所以所以那一天还挺难忘的 而且那一天我们得分开排在不同的教室 有在不同的楼层 对然后也挺难忘的 对就是一样的 我跟他就你到另外一班的那一场戏 刚好加上那天又下雨 然后整个天都是灰色的很暗 然后那一场戏也是少有的将天会把情绪给 释放出来 对所以那场戏是我整部戏里面 极少数的把他自己情绪含有的去 可能喊出来 我暂时一直压抑 对对对对 对那蛮印象蛮深刻 专注吧 就他能在现场的时候去专注在这个上面 就不被外面的一些纷纷扰扰去打扰 我觉得这个还我觉得挺值得我去学习的 因为我现在很容易对旁边的一些东西很好奇 就比如说看到这个外面有什么花花草草 这是什么植物 包括很多东西我都会就充满了好奇吧 就不会像你那么去专注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因为他是一个很会观察身边周遭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可能反而像我就是很长的在自己身上 所以会忘记看周遭的人 对就是可能一提两面 然后东庆他的逻辑能力真的很强 对江天这个角色数学很好 可是现实里面他的数学超好 我数学超烂 对那黑板上的一些解题啊 就是我们下戏之后他是可以全部解出来的 超级难 我看都看不懂 可是他解的出来 在高二升高三的那个阶段 临近最后一年冲刺的阶段 我决定去 去学艺术 去学对 学表演 然后去说服我父母 然后去说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现在 因为当时其实这个很大胆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未来会怎么样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不对 你只是秉承着自己对表演这个东西的热爱 然后那个对这个东西的喜欢和向往 然后就决定毅然而然我就要去学这个 我要去考这方面的学校 我要去考上海技术学院 然后就这个我觉得结果当然是好的 但是在当时来说真的 夏天这个决心是很很恐怖的 很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觉得还挺疯狂的那一天 我的部分是有一年我一直都在自由班 然后有一年就突然间跌到了B班 就从A班到B班 然后整个人就很震惊 为什么掉出A班 然后那一年几乎就把所有的娱乐都散掉 就停掉 我就一直努力地在念书 然后第二年就回到了A班 就是那一种努力是我无法想象 就是我可以为了成绩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舍弃掉 然后就是想要回到A班 我的校园没有遗憾 因为如果说我最后结果不好的话 我没有可能自己理想的大学 那我可能会遗憾 为什么高二的时候做那样一个决定 但是最后结果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高中都是还挺圆满的 好像做什么都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做任何的选择或者说正 就包括在学校的 我那个时候篮球赛 也是带着自己的班级 去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排名和成绩 就仅次于那种纯体育班的那种成绩 我觉得自己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遗憾 如果要回到过去那个时间段的话 我唯一想去做的就是打败体育班吧 那取得一个更好 但是其他来说的话 也是重温一下高中生活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能够让自己回到那样一个感觉 好像很无忧无虑 然后什么都是充满着希望 充满着朝气的那么一个阶段 因为我们香港在从初三升到高一的时候 我们要选科目 所以就是我们初中是全部都要修 什么历史啊科学啊 生物物理化学 然后语文的文学 我们都要去全部读 可是升高一的时候我们就要选两科目 你可以选经济跟商业 或者你可以选生物跟物理 或者你可以混搭就是文学跟物理 对 我那时候就选了经济跟商业 可是后来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个天分 我应该要选历史跟可能地理 对 因为我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你后来发现自己就是 对 长大以后发现对这个很感兴趣 对 如果那时候我是选历史跟地理的话 我可能会成绩会比较好 因为我本身就有兴趣 对 那就是一个遗憾 对 但是 没关系 反正我现在也是念表演 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等待就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就是能让自己不停地去学习 然后不停地去雕刻自己 因为你到真的去进组了以后 就是一个放点的过程 你需要去把你的成长经历 你生活中的一些喜怒哀乐 用恰当的方式去重现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种表演观念吧 所以我需要在生活中不停地去充电 不停地去学习 然后不停地去记录自己 遇到不同的事件发生了以后的真实反应 所以我觉得等待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但是其实演员分两种等待 一种是自己回归生活 日常生活中拍戏间段的等待 一个是在剧组的片场的那种等待 然后这段等待是很碎片的 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给你去学习 因为假如说看书 可能我看进去了以后忘记了 我下一场要有的一个故事情节或者情绪 但是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不太好利用的 这一段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可能等待成本 我们需要一直focus在下一场戏 一直focus在这个角色上面 所以这种等待我就觉得是比较活人的 所以慢慢就变得好像对身边的很好奇 花花草草什么的 但它又不会太去分散我的注意力 太去让我很专注在这个上面的这件事情 等待它是一种成长 所以一开始刚大学毕业了 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演员的工作 其实很长时间都是在等戏 你一开始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少的机会 当你演了一部戏之后 突然间又进入了一个很空窗的一个时间 然后你又在等 你会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在这一行吗 后来就是可能接了其他的戏 然后又在等 然后一直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它开始让我知道 好 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其实一大部分就是在等待 当你等待的时候 你就真的好好的把东西放下来 就是生活 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 因为演员本来就是需要一个好好生活的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状态 你才可以应付你之后的可能遇到的角色 以前的等待都比较负面 现在的等待就是比较正面 比较 OK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还想拍一个 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小曾的另外一个电影 对 然后我还挺想去把它 就是看到了以后我就 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我想去尝试说有那种 比如说我们俩 对峙的那种 那种景匪的 对会有点像 像无间道那种 我还挺想试一试 我觉得我们俩能够 诠释的很好 嗯 短期的话我想要学会滑雪 也不是学会了就是加强这个技巧 跟学会骑嘛 那长期的话就是我想要之后念电影导演 我的计划就是一直充实自己 然后做一个演员嘛 因为我确实 我觉得本身你能从事一个自己很喜欢的职业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继续努力去做一个好演员 然后目标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说在我这个职业里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或者说给我家人一个答案 因为我外公对我这个行业还是挺有他的期待的 他很希望我做成他很喜欢的一个演员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就希望能成为我外公会很喜欢的那一类演员 一定会的